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這款遊戲 欸 誰是牛頭王 它是一個輕鬆有趣的派對遊戲 我們來看它怎麼玩吧 嗨 我們一起來看它怎麼玩吧 這遊戲配件部分很簡單 就是有104張紙牌 那上面每一個紙牌的編號 就是從1到104 那規則也很簡單 但是有時候會看到有人玩錯 就是一開始設定錯了 其實設定只要正確 那玩起來遊戲規則是非常容易的 首先我們在桌面中央 翻開4張牌 然後呢 然後呢 每位玩家 發10張牌 我們以6人玩家為例 牌發完之後會剩很多嘛 那剩的牌就 放回盒子就好了 不要把牌發光 這一點不要弄錯 好 每個人都是10張牌 所以這遊戲呢 最多可以10個人玩 因為 10個人一個人10張就100張嘛 中間再4張 剛剛好會發光光 牌會用完 那不管是幾個人玩 就是都一個人都發10張 好 只要這設定對了 剩下的規則就很容易喔 輪到你的時候呢 你就從手牌選一張 蓋著放桌上 每個玩家都一樣 等大家都選擇完了之後呢 數到三一期把牌打開 好 開了之後呢 我們就把牌拼到適當的位置 拼的時候 以數字比較小的 先去放牌 所以目前 大家出的這些牌來看呢 61號是最小的 那牌的時候呢 要排在離它最近的那個數字 那我們的規則是 它是往右邊喔 呈現地增 變大 所以離61最近又要變大的呢 就是這個58 58離61最近 然後往那邊排過去 下一張是66 那66這時候最近的話 就是61 然後排這裡 再來是71 71就排這邊 再來是85 85呢 排71旁邊 好 那這時候86的時候呢 就要排在85旁邊 那86這一張呢 排下去喔 會讓這一牌 剛好六張 好 那如果出現有一牌 當它排的是第六張的時候 它要把前面的牌全部吃掉 好 所以這個遊戲又叫 take six 就是你如果是第六張放下去的那個人 你就要把這些牌拿走 變成你的牛頭 變你的牛頭 那它放的86 就會變成 放在這裡的起始牌 好 那最後一張是100 100就是離86最近 所以發現這樣過程 欸100喔 逃過一劫了喔 如果沒有86 那100可能就是會遲到這個牌 好 那我們就遊戲照這樣規則一直下去 進行十輪之後 遊戲就結束了 好 那遊戲結束的時候啊 就計算上面的牛頭的數量 像這種顏色特別不一樣 就是牛頭很高 它最高最恐怖的就是這種 七顆頭的 七顆頭的 好 那這個 計算頭的數量 頭的數量最多的玩家 就是最輸啦 那當然啦 頭的數量最少的玩家就贏了 就是最贏的 那這個就可以排名次 好 那還有一個規則可以參考 就是呢 你可以把它變成 往那邊是地增 往這邊是地減 然後還是要找一個 離最近的 牌去放 舉例來說 這有一張48 那如果用這種 新的規則的話呢 本來啦 本來48應該要放這裡啦 如果是只走地增 那如果進階 有地增又有地減的時候 這個48呢 就要改成放在55旁邊 因為它離55比較近 比較近 好 那 如果說一樣近的話呢 那你剛剛選誰放都可以啦 如果是距離一樣的時候 你就隨便調一個去放 好 在規則上一個部分 就是如果你這個牌呢 有時候會產生一些情形 就是像比如說這種情形下 桌面上牌是這樣子的 然後有一張25 那25呢 如果是走地增的話 沒有牌可以放 那這時候呢 它就要選一行把它吃掉 那當然會選牛頭掃的啦 把它吃掉 替代它 變成用它當起死牌 如果說是走地增加地減的 那也是一樣喔 你看這個25呢 它在地減的地方也沒得放 因為是21 15 6 22 它會放不進去 這邊也會放不進去 所以呢 有時候會產生 什麼地方都不能放 那這時候這個 初25這張牌的人 就可以選擇一行把它吃掉 這樣就好了 這是有可能遇到的一個特殊情形 那這可以算是一種 手牌控制的一種遊戲 還是有一點策略在喔 像很小的牌啊 因為它可以先出 所以有時候要把它留著 在某些狀況下 你來先出會比較好 然後很大的牌呢 也未必不好喔 因為呢 你有時候 你不想要吃到牌 你就出一個很大的 那你前面一定會有人 先幫你吃光啦 你就不會吃到啦 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計畫比不上變化 所以就是這個派對遊戲 玩起來很有趣的地方 好 那 那希望大家好好享受這款遊戲 稱為頂級牛頭王吧